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课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一知高阳 终能疯狂 永不如我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 导师慈悲教导 大方心心愿 尊师慈悲教导 无故幸福万长 世慈悲教导 天下学 不知不防不将往 大方心心愿 尊师慈悲教导 大方心心愿 尊师慈悲教导 尊师慈悲教导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还宇 全球同学 万世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常治久安 教学为宪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隆天欢喜 阿弥陀佛 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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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教学为宪 这里是传统私塾教育 今天的课程是教孩子的学问 第五集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 我们遇到过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有一个孩子要报名到我们这边来学习 我面试也通过了 然后之前沟通介绍都挺好 就是妈妈在订好机票快要来的前一天突然给我们打电话 说我们孩子去不了了很抱歉 什么原因呢 他们家这个孩子六岁 从小是由一位出家师带大的 然后当出家师知道这个父母要把孩子送来学习统文化的时候 他是极力的反对 出家师就讲 这个孩子不让他这么早去学习统文化 太小了 我不同意 因为这个出家师在当地很有威望 是一位这个住持 这个爸爸就很听这位法师的话 就说那咱们就不送了 出家师就讲 如果你们去的话 你们父母去看看 需要什么样 孩子不行 不能去 嗯 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 父母也不必来看 为什么呢 师父常常讲 古大德遇到来求学的人 是什么态度啊 先问 哪里人呢 喜欢看什么书啊 然后会问到 你最敬佩最敬仰的是谁 哎 哎 某某人 哎 师父就讲 你去找他 哎 你能成就 哎 并不是说 这个人不肯教他 而是什么呢 他的缘分 在那边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你缘分在那里 不在我这里 什么意思呢 他相信他嘛 他敬佩他嘛 他 就能学成 哎 换句话说 他怀疑 不信任 啊 最想要跟着的人 不在你这里 你说他能学得好 那你说孩子没这个想法 爸爸有这个 妈妈有这个想法 也不行 为什么呢 父母是孩子的根 学个半年一年 孩子就要走了 他不能长期学 除非短期的 啊 培训那都是小事了 啊 所以说 哎 最好啊 还是要劝父母 让这个孩子 哎 去找那个他们最敬佩的人去学 这个才可以 啊 如果说这个父母家长 没有这样的人 那你要跟他更深入的谈 看看他是什么理念 父母的理念啊 和老师的理念不一致 这是教学最最麻烦的事情 老师说东 哎 交了一段时间 孩子一回家 妈妈爸爸一问 说是西 那你就白交了 为什么呢 孩子是最听父母的 哎 哎 老师是陌生人的 所以说 哎 一定要在教学之前 先看家长 比看孩子还要重要 那重要太多太多了 哎 这一关你不把握好了 你把孩子都收回来 最后 孩子又走啊 又折腾啊 你自己也很麻烦 学校总动荡 哎 所以一定要先把第一关 先看父母 就像你所讲 现在 哎 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出家人 收了很多孩子 哎 也有收孤儿的 啊 那么 我记得师父啊 曾经讲过 哎 遇到游的人来了 说出家人 好多孤儿 好多孤儿 来找老法师问 师父怎么办 哎 师父说 我也没有办法 哎 哎 那这个边上人就问呢 收了这么多孩子 哎 那怎么办呢 师父说 出家人 有出家人的本分 所以 哎 讲经教学 为人演说 演 第一个 让世界人看到 按手本分 啊 你如果真的是要带这个孩子 啊 带这些要交给他们 也可以 啊 绝对不能误人子弟啊 那个将来要承担因果责任 哎 哎 不管他这个孩子是 哎 有家没家 总之要让他受教育 哎 如果说 哎 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这种很好的缘分 那要求佛力加持 求佛力加持 总之不能把孩子耽误了 我们在这个就是 就是面试很多孩子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孩子 字字不是很好 但是父母呢 是很发心的 很虔诚的 这样呢 我们会看着父母 把孩子留下来试一试 还有很多 是孩子字字是很好的 但是父母 并不是很发心很虔诚 哎 我们也是看孩子 有的时候会把孩子留下来 对啊 所以一个学生 在传统文化学校能够留得下来 哎 一般是看两种情况 你要不看这个父母 说实在有很多孩子很疲啊 很顽劣啊 为什么还留着他呢 父母太好了 父母实在太好了 你不忍心的 哎 你这孩子一撒手 一到社会上 那就被忽然 准学坏 父母 就是跪在那给你求 很虔诚的 哎 师父老人家的弟子 敬宗同修 哎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那个学校还收留这个孩子 而且还能留很久 什么原因呢 孩子托父母和祖上的福报 没有这样好的父母 这样的孩子就是害群之马 哪个学校不敢收啊 所以要交给这孩子 你要知道感恩啊 没有爸爸妈妈 谁都不敢收你们 你们太差了 哪有精力照顾你们 哎 这是父母 福报 祖上的福报 因吉子孙 你不承认这一点不行啊 为什么这孩子还在这儿学啊 原因就在击杀人之家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父母确实怎么看 怎么不着调 这是真有的呀 打麻将吃喝玩乐 啊 做这些不正经的事情 你也不能说什么 尤其当着孩子啊 确实不行 又根不大好 但你仔细观察这孩子 好像是有使命来的 嗯 他不是一般的孩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也要哎 暂缓一步啊 给孩子一些机会 再观察观察 哎 再交一交 哎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孩子啊 确实 哎 不大一样 所以这两种情况 都有可能出现 哎 一定慎重 不能只看父母 也不能只看孩子 老师这个父母 确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接触了很多 学生报名 他们在最初阶段 报名啊面试都非常顺利 就是在快要来的时候 突然间 爸爸也好 妈妈也好 开始起疑心了 你们这我们也没去过 你们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还有的是 是突然间变卦了 孩子很想来 但是家人就是不行 不可这个 我不同意不能去了 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的是到了学校 当天就不行了 是 啊 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很多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孩子家长 哎 都到学校了 但是孩子到学校之后 突然之间就好像发疯似的 又哭又闹 对 然后不敢见人躲起来 对对 这些现象老师都是为什么 哎 这些现象 打个比方 比如说这个传统文化学校啊 福人居福地啊 嗯 这个地方那是受圣贤教育 将来都是 哎 趋吉避凶啊 哎 得到幸福人生的 这样一个地方 所在 你看他一开始跟你们联系的时候 没事 他离得很远 你还看不出来的 哎 随着 越来越靠近 要到了 哎 越临近了 业障先前了 这是实话啊 有的时候我们没法跟人家讲啊 但是我们学佛看得很清楚 越靠近福地 他自己的先天不足 后天不足都暴露出来了 哎 所以我们这要知道 不是 有的时候不是他自己的 哎 自己想那样 是业力主宰 业力在操控啊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 哎 古人也讲啊 没那个福报 没那个命 什么原因呢 修的福不够 哎 这种例子 我们见了太多了 哎 你看他孩子一到出来 准不行 哎 什么情况的都有 有大哭大闹的 是不是 哎 有的是昏昏欲睡的 有的是死活不在这待着的 有的是疑神疑鬼 有的是要跳楼的 有要寻短见 有要这个这个 离家出走的 什么都来了 在家挺好 哎 一离开你们学校 一出这大门 哎呦高兴坏了 是不是啊 一进来 愁眉哭脸 一离开这 哎呦太高兴了 终于离开这府地了 很多时候 是冤勤寨主 在操控这个孩子 你用世间法是解释不通的 用科学用这些东西都解释不通 用佛法一看就明白 那确实如此 啊 他不但相貌待着 啊 他本身命力就待着 那你说怎么办呢 修福报 这些家庭 遇到这种情况 不要害怕 哎 不要气馁 更不能造口业 骂人家学校 那不可以 啊 一定要知道 要给孩子赶紧修福报 修福报 不如 哎 断恶业啊 修膳不如断恶 为什么呢 就像一个锅 你总往里边蓄水 总也蓄不完 为什么 下边有窟窿 爸爸妈妈如果是造恶业的 你往里加多少水都不管用 怎么修缮 来不及 为什么 下边紧着漏啊 所以说 先要断恶 想让孩子好吗 想 你们做什么行业的 卖烟卖酒 那还了得了 这我们见了太多了 是不是 是 所以说 造十恶业的 爸爸是搞传销的 是吧 花言巧语的 是吧 说妄语的 是吧 造沙业的 开歌厅 杀到银 你这孩子还想好 还想有福报 他过去生争 这一生中 仅有的那点福报 祖上积攒下来的 都被你们这几年给造光了 你说怎么好 所以说 看到这些情况 不是偶然的 别的孩子为什么不偶然呢 他是必然的 别的孩子都很正常 你去看 父母老实本分 好像不是什么有钱的 现在是越有钱的越麻烦 哎 没法教啊 傲慢无比 他在你面前 就好像给你恩赐一样 那我们先得审查审查 老师去学校 师父常常给我们讲 他老人家小的时候上司书 爸爸亲自领着他到老师面前 送完礼物之后 三规九叩手啊 多重的礼节 现在的家长 腰里有的是钱 到这来了 东看看西看看 啊 审视一番 你们这吃的不行 我出钱 啊 把你们这全部换了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 我这个地方再穷 你去看看二十四十 多少伟大的人 了不起的人 都是穷苦人出来的 你给他弄成富贵了 把大家都毁了 不可以 不要 哎 你到别的地方去 哎 所以 孟老夫子 啊 在四书那个孟子里面讲 五种情况 不交 其中一个就是富贵 全是 你这种姿态 不能交 为什么呢 你傲慢 我跟你交没用 你不能受益啊 那你说孩子挺谦虚的 刚才我们一直讲 父母是子女的根啊 他会 时时刻刻影响到这个孩子 一般父母傲慢 孩子都 那个习气一眼就看得出来 哎 傲慢的父母交出来 能的是谦卑的吗 教不出谦卑的孩子来 而谦卑恭敬是求学的第一要务 第一关键 这是枢牛啊 说实在话 传统话 很多的老师分文不取 什么都不要 贫困的家庭人家还给他补助 还给孩子补助 哎 但是反过来 通过这些能够看出来 家长的恭敬心 那很多家长大摇大摆到这来 那瓦很大 白瓦 开的都是好车 你进错门了 那些老师不看你这个 看你的德行 你越这样做 你的孩子人家越不敢说 哎 两手空空 那个老师难道就需要你拎那两盒点心吗 所以 父子讲 述修 给老师的礼物 为什么一定要有呢 这是礼节 不能施礼 主要是给孩子看 也教育家长自己 是这个意思 说实在话 恭敬老师 是家长该做的 哎 那 让孩子 孝顺父母 这是老师教的 所以孩子的恭敬心 啊 孝心 一个是家长教 一个老师教 配合嘛 现在 家长也不教了 老师也不教了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 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讲讲 老师什么都不要你的 哎 那为什么还要讲这个话呢 家长现在都没有恭敬心 应该 我没说 你看他老爷爷讲 你教了他两三年 这孩子 最后他说 就一句话 这孩子瘦了 没别的 什么感恩老师 通通没有 你说给这孩子养了三年 养了两年 我记得这家人是 好像是上海人 哎 那个奶奶怨气很大 然后给孩子 叫瘦了 你说这个老师 寒心如苦啊 管吃管住 不要费用 在这交了三年 最后得这么一句话 那他还有罪过了 没伺候好你孙子 不是吗 你说这孙子能教的好吗 啊 这老师是不是欠你们的 所以说现在 很多的家长 你也不能怪他 因为整个社会 都是学店的风气 什么叫学店 把学校当店铺开 多少钱 老师跟学生要红包啊 就这么张嘴要啊 就伸手啊 跟传统文化学校的风气 不一样啊 很多传统文化学校 是好学校好老师 家长不知道啊 因为这些老师 也是要红包 跟社会上学校一样 他不知道 这是按照古法 在进行教学 古人不是这么教的 像现在社会上学校 不是啊 所以不能怪家长 就是最近这几天 我们接到一个家长来的电话 听到他说的话 就非常难过 这个爸爸呢 给孩子报名学穿的文化 因为这个地方呢 座位满了 这个坐不下了 这个家长嘛 就说那我们拿点钱 就我们听了这舞 之后就非常非常难过 不能够难过 如果这个爸爸跟你说 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很理解老师 这个不是用钱解决得了的 那这样的父亲呢 太少了 因为现在全社会都用钱嘛 哎 他能说出这个话来 是正常的 你要理解他 不要难过 你要难过 你难过不过来 差不多家家都这样 哎 都用钱来摆平嘛 他就没见过 天下还有这样的学校 老师们心都操碎了 寒心如苦 为了你们家的孩子呀 他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要钱 管吃管住 把这孩子培养成人 不可能 平日吗 为什么呀 所以说 师父常讲 断了四代了 大家对圣贤不知道为何物了 哎 就扔钱 掉钱眼里了 你一说不用钱他害怕 你有什么企图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不是 像你们是不是傻瓜呀 是不是 愚痴糊涂人 那可不能让他们叫 将来我的孩子在傻了 现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听说 六岁的女孩子 回家里跟妈妈讲 妈妈 下次你给老师包的红包 里面多放一些钱 钱太少了 不管用 只管一天两天 第三天就不管用了 现在是这种状况 社会上很多的学校 我们听到了 说实在话 这些老师 他们都要承担因果报应 如果说 他们 身上不显现 不出现的话 那天理就没了 谁还在讲因果报应 这东西是假的吗 那有人说 没有什么恶报 你不要着急 你看看他们的孩子 看看他们的家人 他是收了学生很多钱 黑心钱 那个穷苦家的孩子 也跟人家咬 可以 你就这么造 行 把你那福报折损光了 你再看他那个恶报 老师 我们确实接触过很多 家长是做老师的 我们刚开始面试的时候 孩子出自书香门地 应该是智制比较好的 但这个孩子十五六岁了 有很多好几个是这样的 到这边之后 就发现这个孩子 还不如一般的孩子 对 为什么呢 我跟你们讲 每一个从事教育行业的领导 和老师 都应该反省 教育不能赚钱 不可以 钱都不能沾 完全是国家来做 往里贴钱 这叫天理 一点都不能沾 不这么做 你就知道有 反作用力 牛顿第三定律 现在人相信科学 其实就中国的老话 报应 我们仔细地去观察 去发现就会知道 那你说怎么办呢 忏悔 后不再做 多在电视上讲一讲 把自己的罪业要消掉 跟大家说千万不能学我 一个是给人看兵 一个是办学 都不能赚钱 那你说谁出钱呢 两个渠道 第一个是国家 国家出钱 第二个是慈善 热心人士捐款 这都可以 把这个一学办起来 中国历朝历代 用慈善办学 用这个政府来办学 就这么两个渠道 没有说拿学校赚钱的 从来没听说过 现在的国外也没听说过 看到学生就跟看到钱一样 是 钱你是得到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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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孩子 我们不是杀瓜 所以说 孔老夫子 圣人 释迹 释迦牟尼佛 圣人 举世公认 几千年来 如果说 没有这些报应 没有因果定律 那 孔老夫子 释迦牟尼佛 耶稣一定领导着大家 带着大家去 到处骗钱去吗 对不对 咱们一块吃和玩乐吗 他肯定带着我们干这个 你能想到的古人 早就想到了 几千年了 人生就那几件事 你算吧 哎 算不明白 你就得掉下去 掉到火坑 老师我们这边还接触过一个孩子 今年才刚刚三周岁 但这个孩子又脾气特别特别的大 几岁啊 三周岁 三岁脾气就很大 是脾气特别的大 妈妈跟他说话商量 这样好不好啊 那样行不行啊 他说不行 你要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的 那妈妈什么反应 妈妈说好好好 就这样的 就依着他 然后这个孩子要上学嘛 妈妈要回去 这个孩子就 就是使劲的歇斯底里的喊 而且呢 这个我们把他带到一边嘛 他就会就是疯狂的这么哭 然后就捂着脸 应该是电视里的那个样子 我相信像这样的孩子 在国内有太多太多 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 哎 什么原因呢 没有不浇灌的 为什么浇灌 一孩儿话 哎 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你看家里边六个大人 啊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是吧 爸爸妈妈 宠着这一个孩子 稍微伺候不到 那五个都得跟他激怒 是不是 老命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孩子已经不是小皇帝了 小祖宗 啊 那简直就是六个人的祖宗 啊 什么事情都得跟他商量 啊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就是你说这个样子 谁都管不了 几岁 三岁 哎 你你外人不许说我们孩子不好 我们孩子可好了 又聪明又好看 哎呦 那全世界最好的话 都都放在孩子身上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三岁都管不了了 那到十三岁怎么办 啊 二十三岁怎么办 所以今天青少年犯罪 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普遍呢 三十年前没这事啊 为什么这么多呢 管的 哎 宠的嘛 小祖宗们都长大了 是不是啊 真变成祖宗了 要你命来了 你不给 你试试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那个父母说那还是我们死算了 对不对 要不就他跳楼啊 给他当牛做马 这种新闻 不绝于耳 这个原因呢 管的 管的是什么意思呢 父母不会当了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会当了 换句话说 家教没了 啊 你看我们今天有这么一套书 家训选翠 师父老人家亲自提字 是吧 古王进来 是吧 我们中华民族 家家都有家教啊 大家族都有家规啊 有家法啊 大祠堂里那很了得了 啊 你看这套书 记载的非常详细 师父 中华民族最痛心的一个事情 就是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 把中国的家打没了 到处逃难呢 没了 七里子散呢 也就是说把家道 家学 家规 这些古老的传统 断根 没了 是吧 师父常讲 那个时候 少一点的家族 一个家 一两百人的 大一点的六七百人的 家 是这个社会 最基本的细胞 这我们知道常识 每个家都好 你说这民族能不好吗 从周传承了多少年 哎 摇顺雨 那是更古老的 是吧 一直都是讲家教 哎 就是最近从慈禧 啊 一直到现在 加上抗日战争 加上后来的这些 各种运动 把传统文化是彻底的 断送掉 所以现在怎么样呢 哎 富不富子不子 哎 做长辈的不像做长辈的 哎 你仔细去看 爷爷越看越像孙子 哎 他就在那儿 简直还像奴隶一样 孙子越看越像爷爷 颠倒的 为什么呢 哎 家训家规 没了 家里没规矩了 大家不知道怎么当爷爷 怎么当爸爸妈妈 没人讲 没人学 没人教 断掉 哎 断掉了怎么样呢 他家受罪 叫苦连天 难道不是吗 你问他 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批评他 他不高兴 是不是他受不了 您可不能说 说我们孩子 你说这些小祖宗 这些活祖宗 谁能教得好 三岁都教不好 老师 老师 我就接触过一个这样的孩子 这是我弟弟家的孩子 这个 拿着棍子 打他的爷爷跟他的奶奶 就在这儿玩 拿棍子 三岁 结果这个爷爷跟奶奶呢 还乐 还觉得我孙子太可爱了 真聪明 哎 这么可爱 旁边很多长辈在旁边还夸 这孩子太有意思了 太好了 然后这个有长辈啊 就逗他 就跟他开玩笑逗他 结果这孩子就回了一句 我回家让我爸爸开车压死你 哎呦 这三岁的孩子 我当时在旁边 我就把他拽过来了 我就很严厉啊 因为我是他姑姑嘛 我说你刚才在说什么呢 他妈妈在旁边 当时就不高兴了 就说这孩子开玩笑的 嫌你批评他了 对 意思你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大惊小怪了 三岁嘛 后来那我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在说什么 三岁的男孩子 现在我就跟他妈妈讲 跟这个他的爷爷奶奶讲 我说他才三岁呀 我说他五岁你就管不了了 结果他爷爷跟我讲 现在就管不了了 啊 三岁的孩子 他的习惯是什么呢 他的游戏是什么呢 可以骂父母 打长辈 哎 而且呢 受到鼓励 你看 你打他 爷爷奶奶还冲你笑 受到鼓励 对不对 谁要是敢 哎 让我不如意了 我想打要不让我打了 让车压死你 你看他脑子装都是什么 极恶的想法呀 你不要认为说小孩子就这么说说 长大了他就不是这么说说 他就回去做了 现在你说他很好玩 长大了就不好玩了 要你命啊 坏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都是从各家各户交出来的 都是父母生出来的 难道不是吗 那死刑犯 那死刑犯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怎么来的 狗不叫姓乃千 三字经理讲 养不叫父之国 他本性是好的 不叫 哎 姓乃千 责任在谁呢 养不叫父之国呀 父母长辈的责任啊 哎 现在大家都把孩子当成玩具了 嗯 当成家庭的一个 呃 这个这个气氛的 哎 培衬了 完全不懂得 哎 育儿之道 怎么当父母 不知道 你问他他都不知道 他就这么过来的 哎 所以说真叫苦啊 释迦牟尼佛说 人在苦海中啊 你看有的人说我不苦啊 我非常幸福啊 嘿嘿 你说你有什么爸爸 他糊涂到家 不要强便 哎 随他去 他们受受罪的日子还在后边 哎 父母 护着孩子 不让批评 古话所谓 当面叫子 什么叫当面叫子 客人很多 把孩子叫回来 啪 给他一巴掌 再说一句 吓回他就不敢了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呃 哭 再给一巴掌 还敢哭 还有脸哭 就这么叫就能叫好 哎 当着那么多人那么不像话 爸爸妈妈还无所谓 那就是在鼓励你的孩子 将来 哎 他要你们的命 把你们气死 你不要怪任何人 因为今天的节目 你已经看过了 哎 所以说 家长护着孩子 那就是什么呢 把孩子往火坑里推 再宠孩子呀 这些孩子 脑子里边 都是违背人伦的想法 他将来就会做出来 你你说还得了 哎 另外 另外 就是这些宠爱的孩子 还有个特点 啊 什么都不会 确实是这样的 什么都不会 嗯 穿衣服不会 然后吃饭的时候 也得有人帮着他 然后他做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状态 就是伸着两手等着 哎 这是完全符合道理的 为什么 他被六个大人伺候大的吗 他伺候大的 他怎么都什么都会呢 这不讲理吗 你看 有一天你看到 你的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 人家孩子什么都会 又很勤快 又很孝顺 你不要羡慕 为什么呢 你把他这个学习的机会 都断掉了 你宠着他吗 抱在怀里天天 亲着他 哎 我跟你当三孙子都行 我也得宠着你 你就不知道啊 哎 这种溺爱之下 出来的 都是什么 软骨头 哎 败家子 哎 无能耳 全是这个 都是冲出来的 这你们亲眼所见吧 是 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的行李 我们打开箱的一看 都是好衣服 有的衣服商标还没捡呢 而且有很多是奇装衣服 这个裤 这个啥 那个裤 就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孩子跑步 不会跑 跑步不会跑 不会跑步 两个手扎着这么蹦着走 而且这个孩子不会笑 嗯 嗯 像这些情况 我们在今天社会看的太普遍了 哎 大家看到之后看不出问题了 没什么毛病 等到将来孩子恶果结出来 他变成个坏孩子 你管不了了 他也想不起来当初是怎么回事 多可怜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有必要啊 哎 我们一再跟大家讲 哎 这些案例 我们要把它讲出来 天下人都受益 孩子是怎么教坏的 孩子是怎么教好的 有原因呢 他不是偶然的 说偶然是不明白其中的规律和道理啊 哎 所以说溺爱孩子 说实在话 很多的家长 长辈 自私 哎 我想孩子 是你想 我听说那孩子 爷爷奶奶 啊 在 甘肃 很远 在青海 很远 想孙子 啊 这个孙子 从哪里上学 好像是从广西上学 哎 哎 这一想啊 父母就得接回去坐着飞机往返 你说得多少钱 这不说 这个孩子受多大的影响 但是你跟爷爷奶奶一说他就哭 他就哭想我的孙子 说实在话 不能够怪爷爷奶奶 他们不会做 哎 长辈 没有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啊 你不知道你这样 哎 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说实在话 为了自己 你把这孩子学业 包括他受教育的这个机会 都给他断掉了 我们闭着眼都想象得出来 这些长辈见到孙子 那个那个孙女 哎呦 那见到小孩子 那还了得了 哦 那最好吃的全都得对在他面前 好穿的 啊 你同时穿三件才好呢 哎 那就 你就不知道 这孩子都是活生生的毁在你手里 一代又一代啊 哎 我们看得很明白啊 我们的标准 就是古圣先贤的 哎 家法足规 一看就知道 这种教法在古代 那就是出败家子的教法 那是家家户户都要借出的呀 现在我们把它哎 当成了哎 家家都如是的哎 正常了 那怎么能有好好孩子出来呢 不可能啊 哎 现在看着孩子好像都挺可爱 等到他长大了哎 哎 你就真的是看到那个恶果一点办法没有 老师 啊 那我们也发现很多被溺爱大的孩子 被照顾大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你不去照顾他 他就怨恨你 我们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他就指着我们的学长 学长你为什么不给我穿衣服啊 这学长就给他讲 说你都五岁了 你要自己穿衣服 你要自己衣服都不会穿 你就变成这个小少爷了吗 他直接就讲 我就是小少爷 你把衣服给我拿过来 直接就是这样的 他在家里也是大人给他穿衣服 大人照顾他 对呀 所以你就知道 家里人这么溺爱一个孩子 结果是什么呢 当有一天 周围的环境 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怨恨 哎 我过去要什么你都给什么 现在啊 你做父母的你突然不给我了 我就恨你 我就骂你 我就发脾气 他欲望 业障做主了 他自己做不了 他什么他都不明白了 完全脑子里都是心里都是欲望啊 哎你再不给 那我就偷去 那我就抢去 是吧 再什么的话我就给你两刀 所以说 溺爱的结果我们就看出来 头一个是怨恨 这是跟怨恨有关系 有 你看他得不到他的怨恨 你也是这样啊 是不是 灌着 最后的结果 哎 就是他一定会 哎 要你的命 要你们全家人的命 你就灌着吧 是 所以我们看到新闻 十几岁的男孩子 这个上网 管妈妈要钱 打游戏 结果妈妈没有给 就把妈妈给杀了 两个年轻人在十天之内 在湖南广东云南三省 作案多起血债累累 事情最早还要追溯到2012年8月底 湖南省的武冈市 2012年8月21日晚上 傅振利和刘启志骑着自行车寻找目标的过程中 他们看到本镇朝阳村的张远洪家亮着灯 门开着 就进入了张远洪家 当时他们给了我三块钱 他们老人家没有钱 他说 所以我就 跟那个老头子 我说我数三千 你不把钱拿来 我就要捅你 因为他还是不给 所以我就捅了他一刀 我觉得 就 当时感觉就跟 玩游戏一样 当时你们是为了抢钱 后来怎么为什么要杀人 这种新闻这些年太多了 普遍现象啊 什么原因呢 家庭教育失败了 人们不会做父母 不会教育孩子 不知道严格的管教自己的孩子 是真正的爱他 溺爱是害他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因果报应 凡是溺爱孩子的 就是在害这个孩子 你现在害他 他将来害你 顺理成章 和情和理啊 所以将来那个恶暴 你躲不掉 反过来 你严厉的管教他 啊 这是对他爱啊 将来你得到的果报 就是孩子也爱你 啊 我们常常听到 那些被抓起来的犯人 临枪毙之前 他最恨一个人 妈妈 为什么 妈妈把他溺爱 最后这一枪 怎么来的 他现在想明白了 如果妈妈要没有这么溺爱 他不至于这样啊 古往进来这种例子太多了 你要做哪样的父母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公请各位肃立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滋滋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洗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齐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崇德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公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